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那么的可怕 只是整个人体的一个性质的一个转换而已 那老师我问你 因为小时候长辈可能会讲说 就是因为有一些那种民间禁忌 比如说晚上你不要吹口哨 吹口哨妈妈说不行 这样会招鬼 然后晚上不能晒衣服 然后还有什么在室内衬衫 还有什么晚上不能 比如说以前也会讲说 什么晚上不能在镜子前面梳头发 那这个方法是真的会见到鬼吗 好 首先第一个 因为在民间上面来说 有一些方式是属于 也许比较容易跟对方感应到或什么 比如说在民间认为说 频率是一个可以干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吹哨哲的频率 跟灵界的这个频率 它比较接近 所以当你在吹 可能在山区在吹口哨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 好像变得比较凉快 风比较冷一点点 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冷 那所以为什么可能长辈都跟你讲 比如说在山上尽量不要吹 第二个 荣树下不要吹这个所谓的口哨 尤其是庙口的荣树 你会发现庙口很多人在那 可是老仙人在那边他不会吹口哨 所以这是真的可以见得到鬼的 如果在你磁场比较不好的时候 对 那民间里面可能所谓的四个角 那是因为我们一般的房子 大部分是正向 比如坐北朝南 那如果是坐北朝南的时候 那么在东北跟西南两个方位 就叫五鬼方 所以为什么在四个角落一头 还有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角 是不是刚好就那个角 那万一刚好你就是在那个角的时候 衰 衰 那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些那种见鬼流行 比如说像小时候很流行 那种比仙 蝶仙 然后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 在镜子前面梳头发 什么的 或者他以前还有那种什么打电话 那个就是唬烂 因为还没有播到那个就没了 那那一种的话是真的是有危险的吗 好 首先第一个观众朋友就是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民间的说法 那这些民间说法里头 有一部分是参考老一辈留下的一些 某些禁忌 不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有一些部分 可能就是我们在讲说 后期的一些观念 比如说你说室内撑伞 其实室内撑伞跟见鬼没有关系 为什么 但是真的有说室内不能撑伞 对但是因为古代室内撑伞叫伞 就是散开的伞 所以他认为说室内撑伞的话 家人可能容易就会分散或什么 所以以前就是说你撑伞可以在室外可以 但不要在室内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比如说 这个可能 晚上什么吹口哨晒衣服 晒衣服这个是只有在农历的七月份 因为以前认为说农历七月的时候 好兄弟他晚上会出来 那一看这个衣服好漂亮 他们会想穿 他有可能试穿 但在科学角度里头认为说 你衣服在外面 你也知道有一些像癞蛤蟆 或者是蛇啊什么之类的 在比较湿的情况下 他其实会常会可能会经过爬过去 那之后第二天我再拿来穿的时候 就可能会皮肤啊 过敏 或什么样 那他就认为说 你就是穿好兄弟穿过的衣服 所以你才会身体才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其实那个没有就对了 其实那个在比较科学角度 其实认为是这样 但是灵界的说法 灵学的说法以后就认为 就是因为好兄弟穿过 那如果那个吃饭拿到筷子 以前不是说不能这样插着 那个是只有七月不行 还是一直都不行 那一直都不行 一直都不行 那如果我刚刚有讲说 那个十二点 就是那个是很小的时候就会讲 十二点的时候 不能在镜子前面梳头发 我们就是不太建议 在镜子前做任何动作 因为民间说法里头 镜子前面是我们看到的世界 认为镜子的隐藏在里面的是 另外一个看不到的世界 所以有很多 引轨或什么的做法 都跟镜子有关系 削苹果也不行 梳头发也不行 但是纯照镜子是可以的 削苹果它其实有一个原因 观众朋友会想说 削苹果为什么可能会呢 是因为你要削苹果 它有个重点 要让它不断 那不断的时候你要什么 很专注 当你把所有精神 专注在某一样事情的时候 它的力量就会增大 那就会产生影响 那这个时候 灵界的朋友就很容易感受到你 好那老师前阵子 YouTube有在拍一个都市传说 叫做一个人的躲猫猫 那那个一个人躲猫猫 是真的有机会可以看见鬼 还是只是自己吓自己 因为他们是真的有拍 然后每个人都好像 发生一些灵异事件 好我认为这个就是说 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个做法来说的时候 有时候往往是这样讲 就是说 跟他在做的环境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比如这个环境 它非常的干净 它就没有任何那个 我做一百次 它也不见得会受到影响 但是有些房子 有可能你平常说没有注意到 但是其实它是存在的 所以一个人的躲猫猫 就是说其实 它是实际有效 但是你给那个地方的磁场是不OK 如果那个磁场是很干净 它就没东西 你在那边做一百次也没用 但是如果这个磁场是真的是不OK的话 它做一次可能就会 可以招鬼 对这个其实有点跟我们传统 有时候有关的朋友可能会怎么样 玩什么前线 跌线 跌线 对 有时候你在特定的地方玩 好快喔 马上就上来 可是有些地方 怎么样怎么样请都请不出来 玩八百四都没有 对 那还有一种就是看电影的 电影不是有那种什么开天眼 拿两片树叶 然后沾上井水 或者是什么牛的眼泪敷 还有什么吃乌鸦的眼球 对 这一种有的没的 那这个是真的可以见鬼吗 其实吃乌鸦眼球 那个要看人 我曾经我有遇过一个人 他跟我讲他说 他真的为这件事情他去买一只乌鸦 他真的还吃了他的两个眼球 这么变态 那他就说 当然必须这样讲就是说 他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呢 叶子 叶子基本上以两种叶子做效果是比较 一个是柳叶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柚子叶 两种 柳叶也是很硬 对 那一般来说拿来就是念咒 然后或者是沾 其实一般主要是念咒语 他有时候做法的这个水 然后沾了水以后就直接抹 眼睛就可以看得到 是要把那个水滴进眼睛里面 像眼药水 不用不用不用 只是眼皮抹过去了 敷着这样抹一下这样就有了 对对对对 所以只限柳叶跟柚子叶 主要是这两个 那第二个就是牛的眼泪 牛的眼泪这个是真的是 从古代到现在很多 那其实因为以前认为说 动物排泄出来的一些某些东西 比如说 为什么他们有些特定要蝙蝠 特定要这个什么 针对只有牛的眼泪 他不跟你讲狗的眼泪 羊的眼泪 对他不讲这个 是因为只有特定的某些动物 他的那个某些东西 他才有一定的效果 那还有一种叫做实质入口鬼 实质入口鬼 他是讲说 我在那个准备三份丰盛的晚餐 然后在凌晨三点 因为凌晨三点好像是醉婴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道路的交叉口 点三根蜡烛 然后持续用筷子在那边敲打 那所有动作都不能停下来 就可以看到鬼 但到底有谁这么幼稚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不会被车撞吧 其实他讲的应该是讲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鬼 因为一般来说 这种方式的模式 大部分就是说 十字路口他灵魂他到 如果他是附近 附近死亡的鬼 灵魂的话 他时间到他还是要出来 他走到十字路口 他就会迷惘 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 我这个我是真实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 当时处理一个事情 然后 结果后来 晚上的时候 听说 我就晚上睡到半夜 就听到哭声 是婴儿的哭声 男人的哭声 还是女人的哭声 女生的哭声 然后后来 第二天早上就发现 后面 原来我的后面那一户 人家 他这个女生 白天有来 我有见过面的那个女生 晚上跟先生吵架想不开 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当天晚上 晚上就再徘徊到十字路口 然后就停顿在十字路口 然后就停顿在十字路口 一直哭声 那这个事情 一直传传传 然后后来就是到了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那我都一直听到他哭声 那所有人都说 真的吗 为什么我们都没听到 我说好吧 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 就是那天晚上 大概有十几个人 对 但是时间到的时候 只剩下七个人没睡着 其他都睡着了 太累 那七个人同时听到这个女孩子的哭声 就从我讲的他原本的住家 一直走到十字路口 就停顿下 但是哭声是持续的 那为什么前面大家都听不到 然后你说我们一起来听吧 就听到 没有没有因为他有时候必须 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方式 就像你十字路口的这个鬼 你还有没有有一些模式 你要照这个模式来 他才能够容易见得到 或者是听到或者看到 所以刚刚那个模式是对 就是准备饭 然后在那边瞧瞧瞧 有点像招魂这样 这个是有效的吗 还是你们那时候是用什么方法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只是我私底下 大家一起然后开始念咒 然后OK 实验到了 那他你们就应该都可以听到 我当然基本上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那个话 听到就好了 你就看到 其实有很多人是看到是受不了 因为 因为明天说法 我曾经有一个说法 就是把那个扫地的那个本期 刚才头上蹲在路边 那我在当兵的时候 当兵 你知道当兵 有些人就是很铁齿嘛 对 然后怎么讲都不信 我说 我说晚上今天 那天枪决的犯人 今天晚上出现 他们说 怎么可能我没有看到 他就听到 他就拿那个 就蹲在旁边 就盖着 然后 我说好 那你真的要去做 他说对 那随便你做 第二天早上起来没有回来 他跑去找倒在那边 后来他说 就是十二点过 他就看到很多的影像 然后 每个都来跟他拜 为什么 因为明天说 这样子 他看 你的形象是这样 但 灵界好朋友看到你的形象 是土地公的样子 所以他就会来跟你拜 跟你说 所以为什么不能说话 怕你一说话的时候 让他知道 原来你不是土地公 你是不是神 原来你是那个 那你就可能会说到东西 他就会入侵你的身体 那他当时其实完全没有说话 没有出声 因为立刻就冤枉了 吓到说不出来 讲不出话 对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 跨下见鬼 就以前比如说 两腿之间 然后你这样子 你就会看到 其实鬼片很多也都会这样拍 那个是有什么 比如说好 过十二点以后 不能这样子往下看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做法里头 重点在于 第一个 就是现场完全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 就是你看不到的 黑的 情况下 没有没有 就看不到任何东西 就是应该这样讲 就比如说 以前的人他看不到好兄弟 但是我又不知道 这个到底好或不好 那就用这个方式 比如说 最常见的是在坐船 坐船的时候 大家为了要上船去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在船上的人 所以不知道这船会不会沉 万一到中间沉下来 我又没办法游到旁边去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必须透过这个方式看 船上如果有看到 残缘不全的影像 或者黑黑的人形 那他们通常就会选择不上船 所以一定要这样才看得到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是船上的人 船上的人 他们会有一些人 比较有经验的就是 上船看有没有老鼠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以前认为说 老鼠这些东西有第六感直觉 所以这个船 如果要沉之前 他们就不会上这个船 然后 所以当他发现船 没老鼠的时候 有些人就坚持不上船 当然 因为如果说 我们真的想要看到 这个所谓的 好啦 有一些需求必须要看到 所谓的好兄弟 或者是过世的亲人 或什么 通常是观录音 想要看到家人 怕他们还有话没有讲完 什么的这种 我是这样讲 因为他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观录音 对观录音 就是 我可能下去看到 这个过世的亲人 沟通 或者是他其实还有很多 包括 包括可能就是 你知道 有些 那阿姨会请上身 然后直接跟他对话 那当然不管哪一种模式 重点在于就是说 可能 如果不是 跟你真的有什么 重要的 姻缘或者是什么 什么关系 或者真的有某些事情 一定要问清楚的话 我是建议尽量不要去 尤其像很多人 没事去什么 山区 废墟 鬼屋 那么去做一些 去想要去寻求 最后的结果 有时候 往往后果 可能不是像 大家想的那么 那么简单 它不会是有趣的 不会是温馨的 是 往往会有很多 后续的问题 我想观众朋友 一定要小心注意 你喜欢我们今天 分享内容吗 还有什么 你想要听到的 一些主题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那么最后 记得按赞 订阅和分享 打开我们的小铃铛 林侦探 我们下周见 另外 点灯 咯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